大家好,我是余德寶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每日點評》 今天是星期五,3月11日 今天主要想講幾個題目 第一,就是最新的確診人數 其實仍然有3萬多宗的個案 當然,快速測試平台的數字 到7000多宗,好像有些回落的跡象 但是我們都不能夠鬆懈 是不是疫情差不多會見頂呢? 這個我仍然是有疑問的 當然,第二個題目呢 就是昨天有一個保安局的一個特別職務 就是首席助理秘書長叫做鄭鎮宗 他講了一句話,是震驚13億人口 他就說,原來現在才知道香港人是用不慣蹦翅 哇,這個鄭鎮宗是不是長期在大灣區生活呢? 如果他長期在大灣區生活呢? 就可能真的用不慣蹦翅 否則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呢 就真的用不慣蹦翅 或者有些人還沒有用過蹦翅 好像我,我都是去到大過 有時候會去國內旅行呢 才會用到蹦翅 不過現在內地都很多坐翅 基本上,所以這句話呢 就是更加證明到他是離地啦 更加有網民串他呢 就是究竟他睡了多久呢? 才知道香港原來一直在用著坐翅 那當然,這個鄭鎮宗引申的就是 這個清衣方艙隔離中心的一些運作安排 他又在那裏爆料 他就說,原來呢 方艙醫院是有機會呢 是要跟那些不認識的人呢 是同住的 這個是,又是震驚全世界 震驚十三億的人口 七百萬香港人 因為大家就覺得 你去到隔離一個病人 照到你一個獨立的空間呢 是去得到照顧啦 但是原來呢 是需要跟其他確診者同住 我等一下再詳細地談一談這個內容 那最後呢 就想說一下那個髮型屋 那昨天呢 就終於開回這個髮型屋啦 你見到林鄭的頭髮呢 都自己都剪了 或者她都染了髮啦 那呢 那昨天開回之後呢 就有大量的市民又出現人龍 那香港人真的很辛苦啦 真是 前一陣子就要排這個 發脊測試劑 但是呢 今天呢 又要呢 排隊去剪頭髮 那當然 有一些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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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開始 昨天呢 就新增了大概三萬一千多宗的個案 其中呢 兩萬多宗呢 就來自經過核酸檢測的發現的 其中十宗呢 是輸入的個案 其餘呢 就是 呃 有七千多宗呢 就是來自快速測試 陽性申報平堂的有效數字 呃 呃 同一時間呢 大概有180位的患者呢 呃 就離世啦 其間呢 呃 呃 就離世了美國 香港是排第一的了 真是超英國的命啊 這次 那所以呢 林鄭其實是面對很大的一個政治壓力 因為 中央政府 要 在香港 特首選舉都可以延期呢 就是要將 疫情壓到最低 當然 最容易看到的數據呢 就是 確診數字 第二個就是死亡數字 而 確診數字呢 其實就很難壓得低的了 因為 呃 呃 現在 三萬幾宗 三萬幾宗 而 港大亦都虛算 香港人大概有一百萬人呢 就是七個裏面有一個呢 就有機會已經確診了 而且 也都是全的風險了 所以 我看不到政府在短時間內呢 是能夠可以將那個 確診數字壓得低 反而呢 你說死亡數字呢 有機會可以壓得低 特別呢 他將伊麗莎白醫院 或論是幾間醫院呢 是成為一個定點的醫院 指定的醫院 那就可以令到專家呢 可以令到相關的政府的 醫護人員呢 集中資源去減少死亡率 那我們現在不希望 就是第五波疫情 現在說的 已經拿去了差不多二千多名的生命了 那我們現在希望死亡率是減到最低 就算中那招都好 都未至於失去生命 而 那林鄭月娥呢 昨天都說到 他說全港的隔離單位 或者床位呢 床位呢 的數目呢 是會增至到七萬幾個的 部分的患者呢 是透過消防署的熱線呢 安排入住 鄧炳強就出現了 他就說 他就負責 國安局呢 就是今次這個 社區抗疫直施呢 就是負責 就是安排入住啊 相關營地管理啊 設立這樣的 那所以呢 他呢 就彈了一句名言出來 他就說 叫那些無謂人呢 就不要濫用熱線 那內容是說些什麼呢 什麼無謂人 那麼奇怪呢 就說呢 一些消防署的熱線裡面 有很多人打給消防署啦 他現在應付不來啦 之餘呢 就說有些人就打去讚消防署 就說他的服務 也有些人呢 是批評的 那他覺得呢 這些就是無謂人啦 那所以可以見到呢 其實鄧炳強 一個武官出身 警察出身呢 他真的完全不聆聽民意的 是吧 就是 讚的 那你當然開心啦 是不是 就算說一些意見給你 批評聲音的話呢 我希望局長 都應該是 當然你不要用熱線 去 不要用這個熱線啦 因為這個熱線主要呢 是給一些 確診者 他要去進入一個隔離中心的 而你反映意見 可以去鄧炳強 那個Facebook Page那裡 留言給他聽 我想他 就是說自己 最近都有聽民意啊 那麼呢 就去改善了社區設施啊 我希望他能夠聽到啦 而不要批評呢 香港人是無謂人啦 沒有一個人是 是值得給你批評是無謂人啦 而那些可能真的是確診者 那些可能也是你們政府的支持者 也都可能是其他市民 想給政府呢 是一個改善空間 而不是無謂人啦 那當然 即是他的男子 他的男子是誰呢 就是 這個叫做 鄭鎮忠 鄭鎮忠呢 其實他是大有來頭的 他本身呢 就不是做這個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的 這個職務呢 其實是臨時 是因為疫情的關係才加落而已 那之前呢 這個鄭鎮忠呢 就為什麼這麼出名呢 就因為他在反修例運動裡面呢 是做一個公共關係科的總經理 那負責主持呢 這個警方的記者會 可能大家對他都有點印象的啦 之後呢 就調去葵青警區呢 做指揮官的 那近日呢 就因為保安局要成立這個 抗疫的特遣隊 就負責管理啦 社區隔離措施 之前都跟大家講過啦 即是有些住隔離措施的 市民或者患者呢 其實都有批評過 其實在隔離措施的一些職員呢 態度一般的 即是對他們呼呼喉喉 那我就解釋過了 其實可能因為他們本身是由紀錄部隊 他們是特別是保安局 他們安排下來的 那很多時候他們可能都是有紀錄部隊的背景 那都是那一句啦 其實他們是一比人人 他們不是一犯人 你不需要對他們呼呼喉喉 只是大家互相尊重就可以了 那所以呢 他這次呢 就擔大旗了 那麼就出席 就是獲邀出任這個保安局的首席秘書長 這個 特別職務 那麼有多特別呢 特別到呢 就是他完全是 是不理香港的實際情況 不認識實際的情況 就是他就說呢 原來不知道香港人 去到今天呢 是用不關這個蹲刺 是要用坐刺的 網民當然就 就是 我最正的回應就問他 究竟他睡了多久 怎麼會第一天才知道 今天香港呢 一直是用坐刺的 就是 講起這件事 其實就是大家 放起火 就是 你本身那個隔離措施 隔離設施的 都已經不是很完善的了 很多脫漏 又漏水又成這樣 但是你既然跟我說 你不知道原來香港人呢 是用慣坐刺的 是用不慣蹲刺的 就是 不知道他是不是 跟很多 警察的同事 經常去大灣區 那裡 吃海底佬啦 或者可能 甚至 送了兒女去大灣區讀書 所以內地呢 的確呢 是很多蹲刺的 但是去到近年 我記得我都有去 跟街坊 有些內地旅行團呢 其實很多呢 都已經成為坐刺的了 所以變相呢 我就不理解他不熟悉 即是香港的情況 還是真的睡得太久了 那另外一個更加爆料 是些什麼呢 就是原來他曾經安排過 有一晚呢 是一些不認識的確診者呢 是放在同一間房 那他當時的解釋就是 他就說因為房間的緊絕啦 曾經有一晚呢 是安排互不相識的人呢 是同住了一晚 那他就說他還未能夠 提供到實際的數字 那他就估計當晚呢 是有二十間房間呢 是被不同家庭人使用的 這個就是一個 嗯 幾大的一個問題來的 即是本身大家期望的 可能啊 就算我因為家庭原因啦 或者我家裏面是劏房 或者我家裏面有小朋友 就算我確診了 我希望還有一個隔離呢 都是有尊嚴地去隔離啦 包括有自己的獨立房間啦 包括呢 有些基本的設施啦 例如暖飯啦 例如衛生情況可以接受啦 希望職員對待他們是一個病人啦 而不是一個犯人啦 這些基本要求之餘呢 原來 要安排一間獨立的房間呢 好像對於鄭鎮忠來說 都一定有困難啦 那曾經就將一班 互不相識 即是 如果大家有印象呢 就是他現在 有幾多種的房間的類型啦 其中一種類型呢 就一間房裡面呢 就有三張床位 即是他安排了可能三個人 其實他們互不相識的 不是同一個家庭的 剛好大家都是確診 同一時間 入住這個青衣的隔離中心 那就被安排了住一晚 當然他也有透露過 其實是一定不方便 或者大家是幾不滿意 不同意這個安排的 當然是不同意啦大哥 即是人家已經是確診 不舒服 然後你還要這麼 缺乏私隱的情況下 去休息 去療傷 那這個是極人道的 就算你說醫院都好 公立醫院 大家都是同一間房的啦 但至少人家有窗簾 人家有一定的私隱度 可以去確保到那個獨立性和私隱性啦 因爲某程度上 可能在獨立 有一些確診者 他希望是可以跟家人聯絡啦 可能視像啦 那如果你隔離有兩個 其實你是不認識的人 其實很奇怪的 整件事 那當然就是 在保安局管理下的 他可能真是 連座廁都不知道的時候 那更加何況這些 市民的日常生活的細節 他都未必太過清楚啦 那這個是昨天 我相信很多網民都在討論的事情啦 那除了呢 不知道香港人呢 不懂得用這個蹲刺之外呢 都可能不知道呢 即是 未必個個香港人呢 是懂得看英文 因爲呢 新報平台運作第四天的時候呢 有市民表示 他收到那個政府的隔離令和檢疫令 但是呢 只有英文而已 那 那 昨天呢 這個 歐醫生呢 就是 衛生防護中心全面病的首席醫生 歐醫生呢 亦都是就此呢 去致歉的啦 承認呢 不是每一個人都看得明白的內容 那 那叫市民看著那個文件日期先 那我想這個日期就是隔離令的 開始和結束的時間 和日期啦 亦都呢 是承諾是盡快去補交呢 這個中英文的譯本 那 那 這個又是一個很低級的錯誤來啦 因爲 沒有可能不知道的喔 還有 就是 過去政府 的一些運作 都一定是中英對照的啦 就算啊 前日那個緊急警示 都是中英對照的啦 是吧 更加 何況的就是 就是 有不少長者 都是確診者 他收到這個檢疫令 他都真是 真是 完全處理不了 我們平時 在 之前在議員辦事處的時候呢 其實都有不少街坊收到英文信呢 都是拿到議員辦事處那裏查詢 就查詢那個信的內容 那 去到現在 現在很多議員都被政府 DQ啦 或者是潮職啦 那 真的不知道有些什麼人幫到他啦 那 那 但是呢 如果你剪頭髮 你的頭髮長啦 終於呢 有人幫到你啦 不需要呢 就好像林鄭那樣 頭髮白曬啊 頭髮又蓬鬆啊 終於有得剪頭髮啦 昨天呢 開回這個髮型屋 那 亦都出現人龍啦 很無奈地 就是香港人每一天呢 好像就在排隊 有時候就在超級市場排隊 有時候就在髮型屋排隊 有時候呢 就在藥房那裏排隊 那 最新的這個 這個 最新的剪頭髮的規例呢 就是你要需要用安心出行之餘呢 都需要呢 是有針卡的 就是至少打了一針啦 而且呢 員工前顧客全程要戴口罩啦 就算是替帳 都不能夠 脫下 如果做不到 配合不到 這個疫苗通行症的話呢 房屋就不能夠營業 這個 呃 是 好 呃 怎麼說呢 這個招令直改 即是 玩到業界和市民呢 是妥妥的 因為你說 被業界開回來 那業界是否 就能夠適應到呢 其實業界都表示是難以釋從的 因為呢 這個決定是過於闖絕啦 無論是人手的調動啦 或者安排 客人的預訂啦 貨物的運送呢 都比較難配合 他說呢 心情很尷尬 啊 政府都不止一次呢 令到市民是很尷尬的啦 現在連剪頭髮呢 都尷尬 那麽有法人司更加批評呢 政府的政策呢 是招令直改 擔心呢 遲早再一次停業 開十日之後呢 轉頭可能有一宗的個案 兩宗的個案呢 在法人屋裏面 有個案 都 菜枕個案呢 可能轉頭又停回 那 顧問兩點都好啦 現在呢 就有得剪頭髮啦 也都有市民呢 去到法屋的時候呢 就被他呢 是進去剪頭髮 原因呢 就是他沒有打仗 不需要撤反的 無公義會啊 那這種情況呢 其實是 是很 令到香港市民很不方便的 因為 連最基本這些必需品剪頭髮 都需要用安心出行 或者是用疫苗通行證呢 那 某程度上呢 是 你沒有打針 就剪頭髮了 那這種 政策呢 和這種 招令直改呢 不僅是 令到市民不方便之外呢 也都 我覺得是 有些駕床 跌屋的感覺 那今天呢 我們的每日點評呢 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們覺得這段片呢 的資訊是有用的話呢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幫我分享出去啦 呃 呃 讚好我們的片段 還有呢 記得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因為很多 網友就說 哎呀 錯了 就因為沒有按到小鈴鐺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那就萬無一失了 我們可能下個星期見啦 我們下個星期見啦